我们也会期许地探索便利香港的创科企业 在内地投资以及运作 推动四大科研的创新要素 就是人才、物流、资金流以及信息流 有效地在这个地区里边流动 其中在内地人类遗权资源各进香港这一方面 已经有四所香港的大学 在深圳协力的分支机构 获得国家科技部确认 符合试点单位的特定要求 可以独立申请人类遗权资源 出境到香港进行研究 这个安排会更进一步推动香港 在医疗科技方面的研究和发展 特区政府会把握好时速规划 这个机遇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 深化跟大湾区内其他的兄弟城市的合作 积极推动创科的发展 在误枕中的节目中 按下 广涂测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